為了擴大推動綠建築 營建署宣布從七月一號開始 新建的建築物將會強制要求綠化跟保水 並且把室內綠建材的使用比率 拉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五 而有建商今天表示 在新的規定上路之後 建築成本跟新屋售價 可能都會小幅增加 內政部營建署決定從七月一號開始 除了農舍或基地面積 三百平方公尺以下的建築基地 所有新建築都要強制要求 綠化或保水 室外綠建材使用率 也必須達到百分之十以上 室內裝修綠建材使用率 要從現在的百分之三十 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 有業者認為這將會提升建物開發成本 也會反映在新屋售價上 但比例很有限 但業者也提醒政府目前 綠建材的選擇性不足 也導致綠建材成本高出不少 如果建材選擇多樣的話 對成本增加就會比較可以控制 那如果說建材選擇是寡占市場 那當然成本加重比例就很高 又有學者質疑政府目前綠建築 與綠建材的政策有盲點 什麼叫綠色建材 要經過政府認定的才叫做綠色建材 那原住民用的竹子茅草木頭 是不是綠色建材 我認為現在要大幅的修正 而不是在臺灣全力的推廣現有的標章制度 引建數表市將會在新制推動一兩年後 進行檢討 聽取各界意見 修正綠建築規範 另外將鼓勵業者多多投入 綠建材的研發與生產 記者 張志從 張子佳 台北報道